你还记得第一次被游戏感动的感觉吗 是心战神里的父子情深 亦或是感叹年华的老去呢 还是《寂静岭》中 以世界里和深爱之人的相聚呢 但最让我感到意外的 竟是在2023年第一次用手机模拟器 玩到1997年太空战事的惊喜与悸动 那你呢 当你像我一样当火车司机时 你会看到很多人 很多人的生活 很多人 People meeting Parting Joy Sadness After a while 人们相遇、离别、喜悦、悲伤。过了一会儿,它甚至不再影响你了。 I wonder how long it's been. There's an invisible rail between me and the passengers. 我想知道这有多久了。我和乘客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栏杆。 我永远无法过他们的生活。我只是一个朴实无华的火车司机。那样比较容易。 这并不是说我一直都是铁石心肠没有感觉。 Back during the war, I remember there was a lot of painful scene then. 回到战争时期,我记得当时有很多痛苦的场景。 但这是另一天的故事。